歡迎收看週末 山喉嚨 挖新聞 挖真相 挖內幕 有多深 挖多深 高雄市長韓國瑜的美國行 真的是轟動武林 驚動萬叫 但也狀況連發 波士頓早餐會竟然上演迷航記 爽約 現在還傳出陰謀論 洛杉磯晚宴以身體為樣 缺席卻改更 老有餐序 韓粉或許不計較 反正韓國瑜是準備好了 要選總統嗎 不過說到這 2020藍綠初選都還搞不定 國民黨這邊遊戲規則還沒定 民進黨這邊要延到哪一天 也沒確定 但目前黨內的退黨效應衝擊 已經浮現 藍綠再亂下去 只會便宜了 柯文哲 為你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首先是資深媒體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立委王玉米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周培鈞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前台北縣長周錫瑋 千惠好 大家好 新北市議員黃俊哲 主持人大家午安 新北市議員葉元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看到這一次 目前韓國瑜還在洛杉磯 這個美國型可以說是 這個轟動的程度 應該算是空前 我不知道是不是絕後 但是史上第一人 如果跟歷屆的元首來比的話 可能都沒有他這個規格 而且還出動了美國警方開道 所以你看這一場一場 韓濱先帶我們來看到 其實狀況也不少 怎麼會這樣 對 雖然他這一次 整個引起的轟動 是大概是史上無前例的 包括馬英九跟蔡英文 都擠不上他 但是他出了狀況之多 大概也是史無前例的 非常非常多 第一天就是他在波士頓 他入住飯店的時候 睡到凌晨4點02分 突然幾名大座 結果本來都以為發生火警 大家全部都跑出來 結果是誤報 這個會不會太巧合了 他這輩子沒去過這個地方 去到那邊第一天 就遇到火警誤報 這個當然很多人有陰謀論 我又覺得可能也許只是個巧合 當然他會認為說影響到 他後來演講的時候 一個準備跟情緒 因為凌晨4點多 是人剛好最難以 重新再入睡的時候 覺得被吵醒了 然後他原定飛往洛杉磯前 他本來要出席Boston的 喬社的早餐會 結果又發生一個 很詭異的狀況 司機迷路 其實那是本來是一個 很近的距離 原先應該大概十來分鐘 就會到 結果他居然開了一個半小時 這個很扯 是 這真的是非常變誇張 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實在Delay得太嚴重 要趕搬機的時間 可能都被壓縮到了 所以他改以手機視訊 向喬包致歉 後來他說太多這些 我不想聯想這麼多 遇到兩光司機 15分鐘的車程 開了一個半小時 所以這真的是 又引發了陰謀論 大家曉得這個司機誰派來了 董破壞 對 這個是不是誰在臥底 我想應該也不至於 會有這種事情 我們只能說 真的狀況滿多的 然後他從Boston到 Los Angeles的時候 然後有500名左右的僑胞 在機場熱情接機 告含選總統 救台灣 呼聲非常大 但你以為這個場面 已經很轟動嗎 錯 因為接下來更轟動 他抵達洛杉磯的時候 現場至少超過七八百人 其實美國很多警察 一開始本來沒那麼多人 警察在問說誰誰誰來 這個人到底是誰 怎麼會這樣 然後後來趕快緊急加派 四部警用摩托車 直接借護民敵開道 不然的話那個交通 可能會打劫堵塞 所以連美國警察都被 寒流嚇到了 覺得怎麼會出現 這樣一個狀況 你說這個擠 真的會擠到衣衫不整 對 真的 我跟你講 我們甚至有記者 直接褲子都被扯破 真的非常誇張 那個是已經形成一種 類似暴動的一種狀態 但是晚上又出包了 出了什麼包 本來他要跟南嘉玉山協會 然後有舉行一個晚宴 很多人都很期待 據說很多人是從很遠的地方 跑過來看 結果臨時取消 取消告訴我們的原因是說 加芬姐因為坐飛機暈機 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 加芬姐暈機你可以來 加芬姐在飯店休息 因為大家主要是想要看韓國瑜 結果後來爆出來 真正的情況是什麼 他其實是放鳥 他真的是放鳥 把大家都放鳥了 然後改更他40年 多年前的兒時玩伴餐序 我是覺得當然人很重有情 也很希望大家這麼多年沒見 可是畢竟是原先 已經預定好了這些行程 我相信可能韓粉因為這樣 對韓國瑜本身熱情不解 可是我覺得韓國瑜 如果你真的有雄心 想要挑戰2020的話 很多這種細節真的還要釐清 不能夠再讓太多人失望 沒錯 我不知道韓粉在不在意 或許很多韓粉 對於韓國瑜放鴿子是不在意的 而且很多人可能會幫他解釋說 還是要吃飯 飯還是要吃 是不是 我覺得這一趟 我們從兩個層面來看 一方面是說 這一些僑胞歡迎 熱烈歡迎韓國瑜的程度 這個真的是也創了這個 藍營政治人物裡面的紀錄 過去其實馬英九也非常受歡迎 但是馬英九受歡迎的程度 跟韓國瑜這次在LA激進暴動的 這一種喜的情況 就是說無論如何 要見上他一面的這種情況 這個大概有一種程度上面的差別 就是過去歡迎馬英九 大概就是很有秩序的排排戰 然後一樣是揮 這個不是 這個叫做爭先恐後 就是想要去看韓國瑜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韓國瑜的非典型 就是大家想要目睹這個非典型的 藍營的政治人物 搶著看這個禿頭的市長 這個是好的一面 就是說僑胞的這種觸擁的程度 熱烈的程度非常的棒 但一方面考驗韓國瑜是說 他整個的團隊 包括這整個行程的安排 這個其實是一場長征 過去他在這個比較近的港澳 或是到大陸 這個是短征 就是說距離近 韓國瑜本身沒有時差的問題 或者是說這些路線 可能稍微都是比較可掌控 比較熟悉 但是你一旦整個團隊 拉長到美國去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時差 氣候 還有就是你對當地的熟悉程度 這個都考驗整個團隊 可不可以在整個緩解的安排當中 避免這種錯誤 或者是這種誤差降到最低 從這個在波士頓 沒有辦法到早餐的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一點點質疑 質疑的地方是在於說 照道理來講 其實一個專業的 這樣的一個出訪團 你任何的在這個 都有一個前線的所謂採線人員 採線人員就是說 從這一點到那一點 他的路線 你一定是很精準的掌握 或是怎麼走 所以即使你遇到一個 很兩光的司機 其實照道理來講 那一台車上要有一個 是事先已經踩過點 他知道路線怎麼走的人 我就有點納悶說 為什麼這一次 坐了四五十個人 整團的人在裡面 怎麼沒有一個當地很熟悉 波士頓路線 就是說從飯店到這一家餐館 這麼近的距離 這樣的一個人跟在車上 去指揮這個司機 因為過去其實我們都有出訪的經驗 一定車上需要有這樣的一個人 因為你真的你司機來 你不太知道他的背景是什麼 所以你再加上這個 這個叫做雙保險 就是說當司機不懂的時候 因為你自己採線過一遍 你會指揮司機告訴他說 不對 往哪邊走 因為有傳出來 其實從僑胞的群組有人說 因為當地有在做修路 就是有捷運的施工 但那個捷運的施工 而不是因為韓國有去才開始施工 是本來就有這個施工的工程 所以就是涉及到要繞路 那就涉及到說 前一天到底有沒有工作人員 去做這個裁線的規劃跟動作 顯然這一個部分 並沒有做到位 今天這個是一個早餐會 你能想像如果今天這是一個 可能很重要的 美方的眾議員在現場等 然後你告訴對方說 因為我到不了 因為司機迷路 我已經一個半小時 你哥只能說放就放嗎 對 我覺得那個 都是會讓對方 沒有辦法去接受的 因為還好這個是僑胞 所以大家在情感上 都比較快接受 但你要想像如果萬一是 是美方的官方人員 你說你迷路了 整團人都迷路了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一個失誤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是給韓國瑜整個團隊 也從這一次長途跋涉當中 你會遇到的狀況 各種狀況 你都必須設想在裡面 然後要從這邊 得到一些實質的學習 要不然將來韓國瑜如果說 真的要角逐2020總統大位 你知道他現在是全國 這麼受關注的一個人 他任何的行程 其實出現這樣的失誤 是不應該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是整個團隊必須把握的 你說另外一個 我覺得是早餐的失誤比較大 你說另外一個晚餐 這個部分 這比較情有可原一點 因為可以看得出來 包括韓國瑜也好 加分姐也好 他們兩個可能都有一點 長途跋涉 有點適應上有點不良 所以身體的狀況都不好 你如果說身體狀況不好的時候 硬要去出席那個 他也是個私人的晚宴 但是對方都是企業家 你可能在現場 你會有那個壓力 然後你又要公關 然後又要跟大家寒暄 然後可能要組一拍照 你知道那個就是一個 相對比較公關 有壓力的行程 當他身體狀況不佳的時候 他改由是市府的 因為葉匡時也有去 他也是副市長成績的 他帶著其他的人去復驗 我覺得還說得過去 可是現場氣氛之中就差了很多 對 然後他改就是說 因為身體不舒服 然後就是 所以用跟自己的朋友的聚會 因為朋友可能給他一些打氣 溫暖 他這時候需要是這個 可能不是一個 有壓力的活動場合 韓粉可以體諒 韓粉可以不在意 但是韓國瑜不能不在意 包括大家講說 如果接下來他真的要 叫做2020總統大位的話 你的團隊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應該要更謹慎 更上緊 發條 尤其像是迷航季 這個想怎麼看 你都會覺得 幕僚是不是該打屁股 其實主要的原因 還是因為短的時間裡面 行程排得很緊湊 所以只要一個有閃失 後面可能都受到影響了 當然這幾天有一些狀況 我今天上午來錄影之前 傳了一個訊息 給其中一個隨團的友台記者 問他之前狀況還好嗎 他只會有四個字 叫做我快暴斃 大家就可以想像一下 不只韓國瑜累 隨團的人也很累 但是你反過來講 隨團的人都累成這樣 何況是主角本人 還有全英文的演講 還要給大家問好問滿 然後還要來僑胞的這些餐會 所以其實他本人的疲累程度 真的是可想而知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 9號出發 17號回來 8天的時間 光是餐會就排了6 7場的 這個僑胞餐會 當然這市長本人的人氣爆棚 然後桌桌都爆滿 當然花的時間就會比較多一點 可是真的也太辛苦了 就像出問題的這一場 晚上餐會吃完 早上早餐會也要 對不對 吃完之後還要馬上去搭機 就環環相扣 只要一個東西吃了 接下來可能連環都受到影響 說真的就是 一般的大型餐會 3 4個小時 這個主角參加完之後 可能就回去休息了 隔天不一定會排行程 前一任的高雄市長陳舉 我也曾經隨團一起去採訪過 到日本熊本去 還沒有什麼時差的問題 因為跟台灣只差1個鐘頭 通常他的行程 散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我們去參加他去熊本鎮宅 其他的時間我還要去報導 一些熊本的觀光跟美食 因為他的公開行程太少了 發不出新聞 所以說實在 這個隨跟著韓國瑜 這次去美國採訪的記者 真的是信也不信你知道嗎 也是 含金量很高 不用像我們當時 跟城局出訪的時候 還要去做一些當地的觀光 然後是美食這些新聞 因為光是主行程 就跑不完了 可是跟這樣的手掌出去 當然也是體力跟意志力的考驗 其實比一比大家很清楚 2015年蔡總統還是黨主席的時候 他也到美國去 那時候12天跑了6個城市 大家都說這個叫鐵人行程 可是實際上大家如果仔細去看 他那個12天裡面 餐會多半都在晚上 白天幾乎就是不公開行程 或是小型的會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體力就那麼多而已 市長當然清楚 在美國有很多熱情的支持者 盡可能希望滿足大家 所以行程排好排滿 可是一不小心 就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剛剛委員也講了 就是希望他們以後 在行程上面可以有一些調整 我相信高雄市政府裡面 有很多資深媒體人 今天看到這個狀況 這一回之後 我相信他們知道 如果下一次再去的話 要怎麼樣做適度的調整 不過我是在想 如果下一次去的時候 韓市長已經換了一個身分 那恐怕又要另當別論 可是不管怎麼說 看到這一次真的是 萬人空巷 這個史上最轟動了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 名氣可用還不用嗎 當然要用 我覺得每個選舉都很清楚 就是說 選民瘋狂支持的程度到什麼程度 就可以看得出來哪一個人 適合出來選 這是非常清楚的 我要講這個美國的行程 其實不要怪韓國瑜的幕僚太多 因為我們在美國去訪問過 我以前在洛杉磯 有住過五年多的時間 國外很多的事情 不是我們台灣能夠操縱的 你看韓國瑜在台灣的行程 有沒有出這樣包 沒有吧 沒有 第二個就是說 就算他在台灣 他再跑得再累 再忙 也沒有像在這次他去美國 這負擔這麼重 我要講韓國瑜 他本身 大家給他的壓力太大 大家給他行程排得太滿了 你要曉得 人多來的時候很麻煩一件事 你要用力氣的你知道嗎 你就要握手 你要照相 做什麼事你都要用力氣的 你吃飯也吃不好 而且任何一個人到美國去調時差 都是非常難的 而且他跑好幾個城市你知道嗎 這幾個城市的時差都不一樣 巴士頓跟羅斯安德斯 完全不一樣的時差 你還在講Stanford 我講一個人光到美國 一個地方調時差就很難 更何況你要調好幾個時差 另外我再講的就是說 他根本沒有休息的時間 各位知道 我們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 或者企業家 他到另外一個國家去的時候 他一定要排充分的休息時間 否則他表現一定不佳 我看韓國瑜這樣跑 我覺得說 你的身體是比鐵人還要厲害 你能夠操縱到什麼地步 我跟各位說 我以前也去訪美國 我們的時辰也是排到 記者跟隨行的議員都差不多 快倒了 馬英九更是瘋狂 你知道我跟馬英九市長 一起到歐洲去 你知道他是1點多check in 然後3點多起床 就要開始往機場走 他的行程就是這樣排得滿滿滿 所有隨行的人都全部淚垮了 我要講 韓國瑜這次他真的是賣了老命出去 出這些包我一點都不怪他 這些包是誰的錯 如果開車子修路 能夠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延誤 代表著什麼 代表是當地的司機沒有準備好 這個在美國要修路一定很 一 兩個月前就公告了 你有哪一個修路的路段 你都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個中間 我不會講他陰謀論 我只講說這個旅行社 辦了這個事情 這個司機絕對是大傻瓜 就對了 然後另外所有的行程 我也是覺得說 實在是排得太滿了 因為這樣的狀況 實在排得太滿了 所以韓國瑜這些所謂的 大家認為的出包 我認為根本就是正常的 因為除非你是超人 否則你沒有辦法 這些行程 在美國當地的狀況 你給我辦法控制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很正常的 我覺得不要覺得奇怪 我覺得很多的事情 反而笑一笑就好 笑什麼 韓國瑜的確很受到歡迎 對不對 第二個我要講說 韓國瑜其實對台灣的 政治影響會很大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他所有的言行 是非典型的 他敢去衝撞議題 也是非典型的 他講話那個模式 他的幽默也是非典型的 所以在台灣這次的選舉裡面 我覺得他絕對是獨領風騷 因為其他的候選人 沒有這些特質 所以我覺得大家靜觀其變 我覺得很快的整個的局勢 都會穩定下來的 不過現在大家也在等 4月18號 韓國瑜從美國回來之後 一切會不會就明朗化了 也就是他到底要不要代表 國民黨出征 角逐2020總統大選 可是現在發現藍綠 其實雙方在初選 完全都陷入僵局 卡關的一個局面 好 我們先來看到 在民進黨這邊 這個英德大戰已經開戰了 那麼賴清德說 蔡總統在2016年得到的 600多萬選票 現在已經分散了 一部分支持他 有另外一部分是支持 其他的候選人 可是蔡英文怎麼回嗆 他說其實民進黨最大的力量 是合作 不是競爭 現在應該要同舟共計 而且他說他的施政滿意度 是在上升當中的 另外 行政院長蘇文昌說 選舉是一次一次算的票數 沒有什麼上次的票 又會是這一次的票 這樣就不像選舉了 但不管目前是卡關 所以現在民進黨 唯一確定的是初選延後 延到哪一天不知道 就是5月22號之後 可能有人說是加7這段時間 都有可能預計在5月31號之前 完成民調 我們來看到藍營這邊 藍營這邊是連遊戲規則 目前都還沒出來 只唯一確定的就是 黨主席吳敦義宣布不參選了 那麼接下來這個朱王兩位 是不是也要表態說是要退選嗎 還是也要有人來勸退 勸得動嗎 譬如說王金平 他在昨天的時候說 選舉公報上會有我的名字 這個態度很硬 在今天說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勸退 而且我選我自己的 我從頭到尾就說我選到底了 好 那麼針對前總統馬英九 他說現在針對外界 希望國民黨大佬來出面協調 總統初選 但馬英九說他能幫忙一定會幫 所以來看看國民黨這一邊的 那麼預計4月份的提名作業的部分 目前是暫緩的情況 所以接下來原汁 國民黨這邊現在應該也是進入到了 既然黨主席說不選 所以進入了要勸退朱王的階段 我在想說國民黨的初選時程 應該會延後 我自己這樣覺得 現在國民黨的狀況 跟民進黨狀況有很大的不一樣 很多人說國民黨亂 但是其實國民黨現在的制度 並還沒有討論出來 大家還在研究出 怎麼樣推出最強的人選 這個是黨內大家都有共識的 但民進黨很誇張 民進黨是他的初選 制度已經定了 然後大家也 還沒討論出來 還沒討論出來 已經領表了 沒有 說瓜瓜我們的公辦 我們的證件會要怎麼辦 然後選哪個電視台 提問人是誰 這都還算性 他們籃球已經打了 然後在想說三分線 應該劃在哪裡 然後界線在哪裡 俊哉辛苦了 所以這很誇張 賴清德已經領表了 已經登記了 大家都以為4月18號 已經確定人選 結果中止會通過 延到5月22號之後 還不知道是哪一天 所以很誇張 這是非常非常誇張 賴清德臉都綠了 可是你國民黨目前也是搞不定 還說別人 我們國民黨搞不定是說 我們怎麼樣推出最強候選人 其實大家都知道 政黨的目的就是要推出 最強候選人 他們不也是嗎 可是沒有人在登記之後 還在改制度的 沒有說籃球打到40秒 一個人領先了 對不起 先暫停比賽 我們再增加20秒 打到另外一個人贏為止 沒有這樣子 乾脆直接沒收比賽 就直接提名他就好 國民黨不是 國民黨是至少 還有一個制度存在 其實這政黨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維持黨內民主 另外一個就是 希望透過一個制度的設計 可以推出最強候選人 過去都是這樣 譬如說民進黨在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制度 卡到陳水扁 因為有個兩年條款 可是當時的主席 他們的主席就把那個修掉 就讓陳水扁順利出來 結果陳水扁順利當選 國民黨也曾經有幫馬英九 修過制度 所以修制度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沒有說 制度已經啟動了 還在改制度 這是全世界沒有這樣的作法 只有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的一個 親生帶一個非常優秀的 一個台北市議員高嘉瑜 他就講他做民調 有八成的人認為民進黨 這個作法是非常誇張的 而且他指出 他說這個會讓誰占到便宜的 柯文哲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支持者 大部分是中間選民跟年輕人 所以當民進黨越亂 或者是國民黨 沒有快速整合的話 柯文哲的聲勢會逐步上升 這個是高嘉瑜的說法 民進黨的家務事 我們就不太多評論 只是我一直覺得很可憐 像我們這個圖卡對不對 蔡英文跟蘇貞昌笑得越開心 我就覺得賴清德越沒落 這就站在旁觀者的立場 我覺得我們其他黨的人 應該要給賴清德多一點鼓勵 因為賴清德被民進黨欺負成這樣 真的是還滿可憐的 就要可以一下嗎 賴清德講 你們藍的民調會給蔡英文 民調是不是 對 你們藍的民調 我自己個人 問題是民進黨修改了遊戲規則之後 真的是救了蔡英文的選情嗎 這才是重點嗎 我們還是重新澄清一下 第一個 沒有停止初選 第二個 所有的流程 只有改變遊戲規則 但其實真正的問題是在於 既然當初可能只有設計 蔡英文一個人來做初選 比照過去幾次的總統初選 可能也都是大概5月底 這時候來進行 所以其實如果比照以前到現在 也沒有什麼改變 只是我們希望這次還是能 既然是兩強要相爭 要把自己路線講清楚 必然要把這所有 跟大家溝通的管道 包括媒體怎麼去散播 君子 我問你 你講完了 跟沒講一樣 我幫你講好不好 我講好不好 蔡英文 我跟你講 我現在幫你講一下 因為有些話你不敢講 我幫你講好不好 蔡英文就是我 我告訴你 就是我選 我也是中市委 他沒有阿把 我跟你講 沒有阿把 蘇貞昌 你看笑得這麼開心 幫他講什麼話 你們所有民進黨裡面 你們就為了協調蔡英文 可以把時間 初選時間一直往後延 這個決定就是阿把 蘇貞昌應該是跟賴清德是最好的 沒有 你騙人 我跟你講 沒有 真的 我跟妳講 蘇貞昌絕對是在幫蔡英文 你看他把銀行的董事長 都換掉了 你知道嗎 換掉就是幫蔡英文在輔選 為什麼 這些人可以掌控 國民黨的精源 誰要幫助國民黨 我就抽你的銀根 我告訴你講 全部在搞NCC 不是幫蔡英文嗎 蔡英文講說 我成績快顯現出來 為什麼 NCC快要把媒體通通殺光了 你們都沒有媒體的新聞自由了 我再告訴你 銀行也沒有你放款的自由了 客戶權益你也不會保障了 再接下來我再跟你講 再搞台獨 跟港獨所有的合在一起 再搞 再搞學運 我告訴你 你們民進黨所有的事情 是跟著蔡英文的意志去走的 整個的局勢走下來 我告訴你 賴清德已經是敗了 他現在是獨孤求勝 獨孤什麼意思 沒有人幫他 你看賴清德在那邊 真的拔箭事故心忙忙 什麼意思 是他身邊都沒有人你知道嗎 不是因為前面沒有敵人 你現在看整個的局勢 其實你們很清楚 對 而且黨內的對黨潮 這長效應也出來了 很正確 其實 那是黨外這次的 沒有 有一點 我要講的是有一點 因為這一次 其實我們在中職會裡面 其實大家好像反對的聲音 沒有那麼強 那也不能只有 就一直講說我們問中 我們中職委 當天開完會 大家幾乎臉書都會罵翻 但其實我還是必須解釋 當天沒有很極力反對的意見 反而寶寶可能原本 事先你們都被摸頭是不是 他存在了派系 清潮流也都沒有 特別有人有提出反對的意見 他有一個林俊憲是他子弟兵嗎 他有警局開會之前 被帶到一個小房間 然後出來之後他就沒有反對 當天我在 所以我應該還是會比較清楚 一開始開會 就直接進到我們大會議室 你所說的小房間是之後 他們在休息時間 各個派系的頭一起進去 包括陳菊 花媽 他也都在裡面 能夠見證這一切 並不是公開的一個行程 大家都也看得清楚 然後所有的媒體都在外面 所以包括誰進的小房間 出來以後 大家都拍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比較不了解說 既然如果支持賴清德 力量這麼大的話 當天為什麼幫賴清德 講話得這麼少 所以我覺得如果急著 只是要顯現這次初選的成果 我覺得倒不必 我真的覺得最大價值是 如果蔡英文跟賴清德 雙方可以溝通出 他們不同的價值 我想這才是初選最重要的目的 可是問題是現在退黨 你想看1124之後 退黨的人有多少了對不對 而且現在還不罰黨內大 民進黨過去的過去式 已經過氣的 在檯面上沒有一個會退黨的 檯面上好像還沒有聽說退黨 對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蔡英文已經贏了 水域名委員 我覺得剛剛俊哲說 我們民進黨還是有初選 這一句話聽在很多人的耳裡 都覺得這肯愧要變成一個笑話了 就是說民進黨的初選 其實以現在的形勢走下去 我覺得你們會變成是沒有初選 我必須這樣子講 我只想問俊哲 你們的中職委真的認為 你們還會繼續走辯論嗎 有辯論嗎 應該辯論會改 對不對 然後522之後什麼時候 要做民調 如果蔡英文還是輸的話 那個民調做嗎 不做 再延一次 延到蔡英文民調勝為止 所以你們的初選制度 已經完全走樣了 就是說最後 等到蔡英文會贏的那一刻 然後那一刻就做完民調 然後蔡英文贏 好 那就是蔡英文了 所有的選舉制度辦法 如果是這樣走的話 你們作為中職委 沒有一個人覺得對賴清德不公平 我真的覺得非常訝異 這個那麼多的中職委裡面 沒有一個人 就像你剛剛形容的 沒有人要幫賴清德大聲講話 沒有人要去守住這個程序正義 這樣的一個民進黨 真的是會讓大家 為什麼高嘉瑜敢公布那一個 說有八成的民意 是反對民進黨這樣做 因為你們沒有守住基本的價值 那個叫做程序正義 沒有守住 我更訝異的是賴清德的態度 就是一開始要出來跟人家選的人 然後他自己這個遊戲規則 被改成這個樣子 他好像會不會也太君子到一種 好像大家沒有辦法正視他的存在 只用臉書 中職會這樣改了之後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 是某種程度的妥協 當林俊憲人家問他說 這樣改會不會怎麼樣之後 他說還好還好 所以賴清德現在還抱著一個夢 他說他這時候的妥協 他以為他可以換取到辯論 跟522之後的民調 不是 因為目前多份民調 都他領先 對 他以為他還可以換取到這個 所以他妥協了 但是我覺得他的妥協到最後是 他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出現了 因為他一讓再讓之後 他其實就出局了 你看看蘇貞昌今天的講話 跟蔡英文的講話 我覺得賴清德 其實是真正意識到民進黨危機的 但很可惜 民進黨這個政黨已經不在乎 就是說大家都擁護蔡英文 只想要就是在蔡英文底下 看分到什麼樣的好處 賴清德老師說他為什麼站出來 因為他幫郭國文打那一仗的時候 他累死了 他苦死了 他知道說人心真的已經變了 所以他才 他講那句話是很真的 600多萬選票已經分散了 意思就是說你蔡英文 再也拿不到這600萬 怎麼樣把民心換回來是重要的 結果蘇貞昌竟然呼應蔡英文 還說 人家票不是這樣算 每一次選舉的票會不一樣 這根本就是雞同鴨獎 當賴清德使命要告訴大家說 人性已經改變了這件事 他們根本不想聽 覺得你看蔡英文的講法 我們滿意度在上升 自我感覺非常良好 沒有什麼要改的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他九合一為什麼敗 而當時蔡英文他說 蘇貞昌最知道九合一 我們敗在哪裡 我看現在蘇貞昌全力一上手之後 他也不知道了 也都暈了 都不知道他輸在哪裡 所以你看總統不知道 這個行政院院長不知道 民進黨的中指揮 大家覺得我們很好 還是蔡英文最好 所以你覺得最後還是蔡英文 而且也不會有蔡賴沛 不會 我覺得不會了 因為以這樣的形式看起來 蔡英文會非常的霸道 到讓賴清德沒有任何的空間 你說賴清德這樣子被打壓 他怎麼還甘心 將來還要在檯面上 這樣消呵呵的跟蔡英文 可以變成是一個團隊出來打 我覺得那個的嫌隙 那個分裂已經是擴大了 賴清德可能不是蘇貞昌 也不是謝長廷 過去蘇貞昌和謝長廷 他們打成這樣子 最後在基層民一拱的底下 最後還可以結合在一起 但是我看賴清德脾氣還滿硬的 所以如果在這個初選過程 522之後 真的連民調什麼都沒有做 他就出局了 我覺得民進黨的分裂 正式也開始了 這樣子嗎 我覺得還好 賴清德還是一再展現 他的君子風度 加上他遇到一個真正的問題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這次真正最大的問題 讓君子再講兩句話 因為在總統初選的民調 他是必須對比式的 現在到底民進黨要拿誰來對比 還是沒有一個定數 加上其實大家也都感受到 如果真的國民黨 然後徵招韓國瑜 也要讓他程序走完 我們這程序在搭配上 如果要對比式 知道是誰以後 也是比較精確一點的民調 所以其實民進黨在怎麼急 我想如果這樣的民調不精確 誰輸誰贏大家都不服氣 所以現在把它移到52之後 我想賴清德 他也是覺得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的 可是我們來看看藍軍這邊 其實剛剛運輸委員提到 賴清德很硬 可是這邊王精平也很硬對不對 今天已經說了 我從頭到尾就說我選到底了 所以要 現在是不是該有人出來要勸退他 我不知道 還是說他現在很堅持 他連台階都不要 佩君 其實很多人關心這件事情 但是我跟藍營支持者總是說 今年雖然沒有提前 但是時程上也沒有比往年來得慢 所以其實他們真的 這個擔心的是有一點點早 但是黃宇人剛剛說 這個對比式民調 因為國民黨人選還沒出來 所以他們可能怕做得不精準 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這個擔心是多餘的 因為從現在看來 每一份民調 不管是對比或互比 蔡英文都沒有贏過 所以不管國民黨到底要提誰 你們就放心去做民調 不會影響那個成果 我們期待最強的候選 不不 你沒有聽到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不管對比式民調 蔡英文跟賴清德對上 是國民黨的誰 蔡英文都沒有贏過 所以不管國民黨的哪一個人是誰 你們就儘管放膽的去做民調 不會有那個浪費不準的問題 但是我同意原知說 就是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的狀況 真的很像是一場比賽 本來大家說好跑400公尺 可是民進黨起跑之後 主審評估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評估有人落後 突然說 不不 我們改成1600公尺好了 你知道原本那個權力 矛起來衝刺的人 可能後繼無力 落後的那一個人 有機會調雲呼吸 可能反敗為勝 他還是一場比賽 但是就是不公平 所有的人都看在眼裡 總之賴清德宣布要參選以後 大家就看懂了 那個過去一直在 對國民黨的初選 指手畫腳的那一個黨 突然變得比誰都不公平了 而且就像剛剛俊哲講了 賴清德最大的優點 可能是被打還沒有還口 也沒有還手 大家就是看著他的 謙謙君子風度 可是一方面也會替他覺得 很抱不平 說實在如果比起來初選的話 真的要擔心的真的是民進黨 為什麼 上一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民進黨其實在2015的4月15 就通過提名人選了 所以你知道兩相對照 誰動作慢了其實非常明顯 國民黨今年雖然沒有提早 可是確實真的沒有比往年來得晚 我是這樣認為 現在其實說實在 韓市長的民意支持度 已經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再繼續拖拉民調 我自己是覺得好像真的沒什麼意思 比較可行的做法 是不是可以召開黨代表大會 或是透過黨員公投的方式 乾脆決定徵招或是授權徵招 我相信只要不是密室政治 不管是王院長或是朱市長 或是我們所有的支持者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接受 只要他是公平民主 千萬不要是那種比賽 名槍起跑之後說 等一下我們把400公尺 改成1600公尺 只要不是那樣的方式 我相信理性客觀的選民都會接受 可是目前看起來 王院長他是一副打死不退的態勢 而且他就說我就是選到底 選舉公報要有我的名字 所以即便說有其他的解套方式 院長會接受嗎 我覺得還是要談 因為王院長從以前到現在 他其實就是何事老 他的態度都是 一切都是也很和氣的 因為現在還沒有決定 是不是要徵召韓國瑜 所以這個大事還沒有底定 當然去找他談的人也不會有 我覺得他其實還是 到最後我覺得還是可以勸 否則大家會問他一句話 你如果民調也不能贏過別人 國民黨已經決定徵召 或者提名誰了之後 你還要硬選到底的原因會是什麼 你是選輸的 你選輸的是要選 誰要選輸的 人家一定會問你 所以我覺得王院長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人 我的看法是他在這個階段 他一定要很硬 他的支持者才會繼續支持他 像我們很早就講說 支持最強棒的 很多人講說 周旭委你到底有沒有在選 對不對 大家一定會這樣問 但是我是覺得 還是要有一個民主的風度 王院長在立法院這麼久 而且國民黨坦白講 你看他大概有四次不分區 所有的光環都給他 所有的機會也都給他 對他這麼好 他也做立法院院長做這麼久 我覺得其實他應該 心裡會想到就是說 過去國民黨對我這麼好 這麼樣照顧 我應該對國民黨 下一屆的總統候選人 我應該去付出什麼 我覺得王院長 他也會這樣去思考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階段裡面 大家真的要多 多去鼓勵一下朱立倫 鼓勵一下王院長 鼓勵一下吳主席 謝謝吳主席 我覺得大家都要有這種 君子的風度 都要有氣度 因為畢竟選的是一個總統 他不是選的一個是其他的位置 他選的是總統 總統這個位置的人 一定要顯現出來是有氣度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正有氣度 一起來支持努力打這個選舉 才有可能贏 我跟很多人講過 千萬不要小看蔡英文 千萬不要小看民進黨 我剛剛講出來 他們現在在做的那些 惡行惡狀的事情 那都會影響到選舉的 那都會嚇到媒體 嚇到老百姓 嚇到企業家的 更何況我覺得民進黨 到後來會做什麼事 一定會刺激兩岸 希望兩岸發生衝突 發生衝突之後民進黨最好選 所以我覺得這個危機 國民黨所有要參選的人 要評估在裡面 不要到最後選輸了 變成國民黨歷史的罪人 中華民國歷史的罪人 我相信王院長跟我們這些人 所有人都會有這樣的體會 同樣賴清德我要講 在民進黨裡面 民進黨要不要單 賴清德要不要單上一個 民進黨如果2020輸的歷史罪人 我覺得賴清德也會做這個考量 但蔡英文我覺得就不要想了 蔡英文其實已經是專制 腐化霸道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我們中華民國民主的今天 我覺得他會是成為 歷史上最大的笑料 對 所以按這樣的一個態勢看來 好像就是柯文哲 真的會漁翁得利 爽到他 對 我覺得現在的態勢 如果說藍綠還沒有辦法定調的話 那最漁翁得利 漁翁象徵 漁翁得利 漁翁得利這個漁翁就是柯文哲 你看他最近 柯文哲到每一個場合都笑嗨嗨 就是很開心的樣子 好像又活過來了 為什麼 對 他之前被邊緣化得很嚴重 對 因為他嚴派這個形勢 特別是如果民進黨越亂 對他越有利 因為柯文哲他有很多的票員 民進黨大概有一半的票 是灌到柯文哲身上 如果他要取2020大位 民進黨越亂 他這邊可能可以吸收到綠的票 淺綠的票可能就越多 如果藍綠一起亂的話 中間選民的票可能就會 也會湧向他 就說你們藍綠又是這個樣子 所以會去支持柯文哲 所以你看柯文哲他最近的動作 他沒有放棄 最新的他還成立什麼 國政小組 國政不是市政 大家聽好 國政小組 人家就問他說 那你是不是就要選2020 他說 那就國政那改市政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他就是亂講一通 他其實是有心要取大位的 你看他的媽祖遶境 走路不能走 他就自己發明一個騎腳踏車 從來沒有騎腳踏車遶境 他自己還發米奇腳踏車 為什麼 他必須在人群當中 去證明他的人氣 而的確也有人看見 因為之前大家都是在媒體廠 看到柯文哲 最近他要中南部 其實還是有他的人氣 大家不要忽略他的政治實力 很多人還是搶著要跟他拍照 這個不斷的給他養分 所以他其實是一直在準備 要選總統的這件事情 他是在刺激而動 當藍綠弱的時候 那就是他最好去擴張他板譜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藍綠兩黨 特別是我們藍影這邊 我們自己真的要站穩腳步 其實現在包括朱一倫市長也好 王建民院長也好 還有吳敦義主席也好 韓國瑜市長也好 我覺得這四位 大家都要為了2020 就是國民黨的勝選 大家一定要發揮你的高度智慧 就是不是爭 而是怎麼合 而且是變成是一個整合的力量 來打這一場仗 因為蔡英文很肯 然後柯文哲很賊 然後國民黨 國民黨在這個狀況中 不能像過去傻乎乎的 所以要變得很有力量 變成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大家團結在一起 才有可能贏2020 真的不是那麼好選擇 不過對民進黨來說 其實一樣也是背負受敵 前有韓國瑜 後有柯文哲 是 所以其實我們首先還是要把 黨內的這些問題 先把它處理好 所以其實這樣的時間 剛好給一個民進黨 大家仔細在思考的機會 不是說這麼短的時間 就造成在黨內的互打跟對立 我想從一開始 可能看到很多網路文章 在攻擊賴清德 或者是攻擊蔡英文 我覺得在這時候都不需要 這時候反倒有這樣的時間 大家可以互相思考一下 提出很多的想法 包括賴清德現在也提出 很多他自己更新的想法 既然有這樣的一個時間軸 我想就必須發揮他真正的一個力道 包括蔡英文他要怎麼做 賴清德要怎麼做 其實在這當中 就可以互相先把話講清楚 其實包括這段期間 我們並不會放棄 這五人小組的協調 協調的內容也會更具體 就你到底要在什麼樣的媒體 來做一個露出 那要怎麼樣提問 我想這都是現在 後續要把這個初選 把它做更完整的一個重要的意義 但是現在就是民進黨政府 是不是也完全是肆無忌憚 就直接把手伸進媒體來 我們看到NCC針對中天新聞 已經罰了兩個100萬 同時在昨天的時候 我們看到藍英立委來到NCC抗議 要求說你要罰就是標準一致 不要淪為政治打手 但是我們看到代理主委 翁伯宗仁躲到屏風後頭 閃躲媒體必不見面 好當然民進黨這邊也有話要說 他們的立委也是召開了記者會 他們支持NCC裁罰 尤其管碧林就批評國民黨 不要以言論自由之名 來包庇假訊息 還有在校園裡面 也有學生站出來了 包括台大 政大 府大 世新大學等 45所新聞傳播科系 他們展開了支持NCC裁罰的連署 一共公布了648位的傳播學生 18位相關領域的教師 他們是站出來支持NCC 可是45所校系的學生 這樣平均一所學校 大概也才十幾個人參與這個連署 好 那麼另外進去再來看到 如果說要標準一致的話 我們也不用講太久遠的事情 我們就講去年吧 去年這個是民視的節目 正經看民視 那麼主持人在節目當中出示這個照片 影射柯文哲到北京 會見胡錦濤的文膽新奇 那麼北市府後來澄清說 節目上所指的這名男子是誰 特別是議員黃向群的哥哥黃向成 這夠假了吧 這是不是假新聞 好 再看到去年底 就在選前的時候 這是三立新台灣加油的主持人 直接在節目當中說 他從南部某大佬聽來的 說一旦韓國瑜當選 副市長會是白狼張安樂 這是不是假訊息 好 更別說了 中天被罰的其中一項 就是這個天有意象的部分 好 但是同樣的標準在民視 在華視新聞 還有在伊電市 包括都提到了像是 什麼翔龍吉兆 這個賴清德上任的時候 這個在雲林空中出現了 這個橘紅色的長雲 好 那麼這個標準一致的話 這都不罰嗎 難道不罰嗎 所以我不知道 因為佩君你之前 你也是從新聞媒體記者出身的 我不知道我今天看到 這些傳播學院的學生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我們的新聞教育徹底失敗 沒有錯 因為其實新聞大家都知道 不只剛剛講這個翔雲火龍 還包括蔡總統之前 有牧師天降聖光這些新聞 其實一句話 信者信 不信的人 看一看 當作一個去談就過去了 可是NCC藥法沒有關係 最為人詬病的就是標準不易 大家都知道 NCC當初是參考美國FCC的標準 有這個組織架構而成立 可是事到現在 看起來只有CC兩個字還像 前面精神 還有他該做的事情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當初為什麼要NCC 就是希望它是一個 超然的獨立機構 因為覺得那時候的電信總局 跟新聞局 有打壓媒體跟打壓企業的協議 而且不夠專業 所以希望有一個獨立的機關 來行使這樣的職權 維護新聞的品質的投實 不要讓別人覺得是一隻黑手 可是時間到了現在這個時間點 剛剛千惠取得非常多的例子 顯然NCC已經沒有這樣子的功能 你要怎麼去說服我們 你是一個超然獨立的機關 你要怎麼說服我們 去接受你們提出的 任何一項裁法 因為光是標準 跟其他台比一比的話 如果要做不是不能不罰 再說一次 不是不能不罰 是要罰的話 所有該罰的都要罰 不是只挑你覺得應該罰 或是覺得你聽了不順耳的 挑出來罰 這樣是沒有辦法服眾的 對 你可以要求媒體自律 但是你沒有辦法侵犯新聞自由 更何況你還不是站在 一視同仁的基礎上 韓冰 是 其實我必須說 這整個就是一個荒唐的一個東西 尤其是昨天NCC 你沒有看到那個代理主委 翁伯中 完全表現像個賊 跟個賊沒什麼兩樣 你知道一開始他先躲在屏風後面 然後媒體在那邊拍照 賊賊的一直在偷看 然後後來發現被媒體拍到了 趕快再躲起來 然後後來當萊茵的這幾個委員 在那邊批判的時候 他躲得遠遠不敢過來 然後等到要上電梯的時候 他一個人先溜到電梯最裡頭 然後又拍到 真的 我就覺得有必要這樣子 當個官 當個像個賊 這樣當有什麼樂趣 我真的搞不懂 我搞不懂翁伯中在想什麼 而且他根本不是學新聞的 他是學電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學電機的人認為 他可以來處理新聞的案子 就好像今天如果要我去審 翁伯中的電機論文 我會覺得很荒謬 因為我根本不懂 但同樣 翁伯中你懂新聞嗎 你憑什麼認為 你能夠去判斷那中間的是非 我就覺得很扯 但是我覺得更扯的就是 綠營又開始有很多 側翼團體又出現 你憑什麼認為 你能夠去判斷那中間的是非 我就覺得很扯 但是我覺得更扯的就是 綠營又開始有很多 側翼團體又出現 你看45所新聞傳播學校 可惜我們一個學校 就算100個人好了 也至少要4500人 對 十幾個 是 結果每一個學校 都出十幾個人 然後648位傳播學生 然後老師更少只有18位 這到底算是什麼樣 一個比例的代表性 而且我覺得很好笑的就是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傳播 系所的學生 你更應該清楚新聞自由 是絕對不容侵犯 你應該根本贊成 廢掉NCC這種組織財政 結果你居然出來 支持NCC財閥 你學校書到底怎麼唸 你們老師怎麼教的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好笑 有這種人說 希望大家趕快把我的手綁起來 好 讓我以後沒有辦法做事 有人這樣子嗎 所以我老實說 我鐵口直斷 這648個學生 未來大概都不會 從事新聞工作 我覺得他們從事 政治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是從事新聞工作的 可能性非常低 所以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跟你講 假新聞老實說我們都很痛恨 如果今天中天是報導了假新聞 我覺得本來就應該罰 是沒什麼好講的 但是問題中天報導的是假新聞 問題不是 老實說光是以那個雲被罰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好笑 他說因為中天報導這個東西 然後好像主張怪力亂神 什麼要罰 我想請教一下 對 我也覺得很好笑 你說三子聚會 在新榮界的競選總部 就會有祥雲出現 我也覺得很可笑 可是問題是 你怎麼證實他不是 你怎麼證實他不是 你證實給我看 老實講宋氣力當年 被大家罵翻了對不對 說他分身說他拍那些照片 結果後來受信審判之後無罪 因為你沒有辦法證明 他有去騙人 你沒有辦法證明 他那些東西不是真的 就這樣子簡單而已 所以我必須說 NCC這個是一個惡劣到 無以復加的一個組織 這一些所謂的委員 根本已經喪失了 自己的道德良心 我認為這個組織 根本就應該廢除掉 中華民國以後 不准再有這樣的組織存在 不是 我覺得那其他家 也都不罰 自己也簡直是莫名其妙 那不是針對是什麼 這擺明就是針對 因為那天明明每一家都報 結果就是中天被罰 我只能說你們中天 就是已經被針對了 誰叫你叫中天 如果你叫台天 也許就不會被罰 哈哈哈哈